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credit 因為其實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在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那些時候可不可以 就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接下來是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或者太陽相遇了的朋友 來到農曆七月節 自身整體運勢 我要罵醒你們 你們接下來 變得很蠢 但最緊要蠢又不認 這下才令人討厭 好像一個很受重壞的小朋友 而且很固執 很多事情都抱著自己 好像玩具 什麼都抱著自己 又不肯分享給別人 然後那些人在勸你 教你 你又怕很蠢 怕不到別人說什麼 又不受教 總之又蠢又紋失 所以我勸你們 麻煩要改善一點點 在蠢的方面是怎樣體現的呢 如果你們是想 尤其是體現是 你們可能想學一個新的運動 又或者就算不是運動 但是一些跟自己 健康、減肥有關的事情 所以我當你開始學做瑜伽 或者你開始去接觸 不知那些什麼KITO 那些肚子之類 但是你們又不肯去跟指示 然後老師教你怎樣做 你又不肯聽 又不肯做research 就算別人給資料你 你又蠢 又不肯去下苦工 然後還是因為很固執 然後老師又叫你 不如說一下 為什麼你做不到成果 你分享一下你的行程 來看一下 你講一下你每天的習慣是怎樣 你又死都不肯說 你覺不覺得自己很討厭 在這方面 就麻煩你受教 我想說你真的要受教 來到農曆七月 OK 還有 另一方面 如果有些人 如果有些事情 你本身是出自一個好心 是想去幫人的 有些project 你想去participate 有些好人好事 你是想幫忙去做 但是你又很偏執 其實你是做不利的 或者你未必完全做不利的 但是一個人做沒有那麼好 正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人多好辦事 其實有時你不妨 侵埋別人進來玩 還有說真的 其實是幫人而已 為什麼你一定要自己去拿完全貨 你不可以讓別人一起去參與共商善舉 但是 你又 能力很低下 可能真的比較蠢 無端端金國農曆七月 OK 又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又不肯去分享 又死拿著這件事不放 你明白嗎 這件事其實是 會很令人敏忍 這個世界上 我不是說在那裡 例如我媽媽 但是 我 這個是一個事實 這個是一個事實 例如他有些家務 做得不太完美 OK 有時我們就會說 做不到就讓我們來做 但是他 心裏面就會有少少偏執 就會覺得自己做才是最完美的 OK 只不過我最近累 只不過我沒有時間做到最好 他就死拿著不放 但如果別人去做的話 他就會檢查到別人實實 又會拿回自己的標準去評審人 你明白嗎 所以 這個毛病是一個很奇怪的 你自己又要做不好 但又要死拿著不放 你明白嗎 所以 所以你們今個月 就會有這個 討厭的毛病 除此之外 人與人的相處 亦都是非常之差 溝通很差 以及你們的頭腦 我已經不斷在說 你們的頭腦不靈光 所以非常之容易會得罪人 是一些很親密的人 可以包括男女朋友 可以包括結婚的伴侶 或者就算跟你一起住的人 例如家人 或者家人 都可以 你會對他們很多的 嫌三嫌四 挑挑剔剔剔 很多事情都不肯打開心扉 整件是非常之深 你們接下來會有一個非常之強烈的衝突 或者你會嫌他們做事很懶 是一個極端來的 或者你會嫌他們做事很懶 慢慢摸 挑挑剔剔 不能夠助言起行 只有港 大隻港 港就天下無敵 做受有心無力 要是這樣 以來 這個案子 或另一個案子 你會覺得他們做事就 得古盲勁 只有做做做 但又不去想 又不去盛 blablabla 你看到這兩個是極端來的 一個是得把口 另一個是得把對手 就不會用到去想 但無論如何 你只懂得站在一個道德高地 去批判他們 而且他們做很多事的時候 你會嫌他們打亂了你的行程 你會嫌他阻礙你休息 例如我當什麼 或者會阻礙你的 inner peace 因為其實你們被 你 說笑什麼 你說人家懶 如果我當是case 1 你說人家懶 你自己都懶 首先 雙魚本性 我們一直在笑雙魚座都說他們懶 但這個農曆7月 你們都真的非常懶 所以你明白嗎 很多事情你是想以性制動 以不便應萬便 但是我就是說不行 很多事情你不能死拿著不放 你要做一些變化 你要讓別人入侵你的生命 不要說入侵 你要讓別人參與你的生命 你不要覺得很多事情自己是 保持住 就覺得好像有安全感 自己很舒服 但是你的舒服會做到別人不舒服 所以說真的 你的舒服就是你的懶 你懶 你還好意思嫌別人懶 你真的不要搞笑 雙魚座 所以這些事情 會造成你們非常強烈的矛盾 但是我真的說到很多時候 你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那麼高 有時候這個世界 大家要一起去運作 所以你們要懂得去開放自己生命裡很多的事情 你要讓別人伸出一個援手 有時候或者站在一個更加開心的角度 你不要覺得別人走來擾亂了你的生命 原來有時候別人插著腳過來 其實都是給你一個救命之手 它是來拉你一把 雖然你暫時還沒看到這個 但是你不要太過抵抗 我會說你們今個月非常抵抗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彩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也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給大家發掘 啦